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的立場很清晰 平機會代表我們社會上的小眾 大家經常說 現在很多時候因為政治問題 多數是民粹 多些人就是喜歡那件事 大家都說那件事 但我們發覺 如果是這樣 永遠小眾都不會出頭之日 所以我們一定要代他們出聲 一定要代他們說 而要告訴我們社會人士知道 有一小撮人還是忽略 有一小撮人還是有特別的需要 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他們 達到這樣的水平 我們才是一個公平的社會 我們會和小眾發聲 和弱勢社群發聲 這也是為我們的社會 做好未來的工作 我記得在很多社會論壇 國際論壇裡面都說過 一個成功的社會 一個完美的社會 我們會照顧到每一個小眾的特別需要 如果我們忽略了他們的需要 我們就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理論 至於新的路向 我們也在公眾也有介紹過 我們有五大範疇 剛才我提過一些 一些就是特殊教育 我們需要一些學生的融合教育 和就業機會的影響 我們要做多一些工作 這個包括 很多小朋友現在 甚至有些讀寫障礙 或者是一些過度的活躍症 這些對於他們入學的時候 有很大的影響 而這些問題實在 在學前的教育 包括一些幼兒的教育的時候 是應該要引入的 我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 是做得不足夠的 亦都因為這樣 可能令到有部分這些小朋友 是進不了主流的學校 所以我們認為 在這方面一定要做更多的工作 而最早應該介入 應該是兩、三歲至六歲之間 但現時有六千人 基本上是在等著 而很多人也等不到 要自己花很多的費用 去私人的服務 接受一些服務 而很多在這裡等著的服務的人 可能都要等到兩、三年才有 所以一個本來可以三歲接受服務 去到五歲才接受服務 他已經遲了兩年 可以改善他的情況的機會 因為這樣 可能他不可以進入主流學校 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看到主流學校裏面 也要有多些設施和師資 來幫助這些學生 繼續在主流學校那裡的特別學習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障礙 不僅僅是去到五、六歲便完結 可能到中學也會繼續有 我們一定要繼續去幫助他們才行 持續的照顧 以及持續的治療方法 可能也要繼續 就是少數族裔方面 剛才我剛才提及了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 首先是增加多些的融合教育 在這些地方 令到多些的小孩 可以進入主流學校 和香港小孩一起玩 一起學習 大家知道 我們最容易學到語言的時候 就是作為八歲以下 八歲以上已經比較難了 所以如果我們令到這些小數族裔的小孩 由幼稚園的時候 已經和我們香港的小孩 特別是一些廣東話的小孩一起玩 一起讀中文 將來學習中文的機會 就會比他們遲學很多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政策上的要求 我們這幾樣 我們都會給政府很多的壓力 我們都認為政府 可以承受這些壓力 也有資源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剛才我說過 就是我們的四條歧視法 亦都需要檢討 特別是我們有三條 都有十幾年 有一定的經驗 因為立法不同時間 有少許的差別 這方面我們應該可以 做多些工作 第二方面就是 在反性傾向和性別 認同我歧視法公平 我們認為也有這樣的需要 我最近也在報章上 發表了我們的意見和我們的立場 我們認為這是很清楚的 因為我們認為任何人的性傾向 都是不可以靠任何治療 可以這樣改變的 我們一定要尊重他們 亦都要給他們一定共同的生活空間 讓他們可以在社會上 有一定的共同的地位 這個我們特別認為是需要的 第二 第五個範疇 剛才我說過的 就是殘疾的問題 就是就業和殘疾定義等等 我們都會做的工作 這五個優先領域 我們都會有一些工作的小組 帶領來做這方面的工作 亦都會和有關的社會團體 一起合作 最後我要總結一點 最少就是我們要做任何的工作 都要盡量投放適當的資源 和廣納人才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 需要的一個價值觀 亦都要建立機制 來保障我們的核心價值 要擁護我們的公平公正 倡導多元共融等等 而最終目的 我們希望有一個所謂的觀點主流化 即是說 任何人做任何事 包括政府 就是有任何政策 考慮的時候 都要考慮到 我這個政策 會否影響到一些歧視的問題 有個檢查 list 會否影響到殘疾人 會否影響到這些小眾 會否影響到小數族裔 每一個政策都要考慮 這個不是政府 我想任何機構 大公司 甚至一些會社等等 他們都要考慮這方面 這個主流化 如果做得好的話 我們社會自自然而 就不需要那麼多投訴 不需要那麼多爭執 第二就是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 譬如這個演講廳 你演講廳設計的時候 已經預備了 什麼人進來都可以用得到 有很多學習的困難 都可能有一些設施 可以幫助他們 在這個演講廳裡 可以接收到他們的資訊 這些所謂通用的設計 在任何地方都應該會有 不需要特別 例如將一些設施 分開不同的人用 所以Universal Design 本身設計的時候 已經任何人都可以用 就不需要 再建立一條樓梯 或者建立一條電梯 是給輪椅用的 或者建立一條什麼 是給失明人用的 真正做法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而我們整個社會 對於這麼多的新的發展 我相信也是持續的學習是重要的 亦都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在鑽研回不同的經驗 我很重視 就是最近我在其他範疇 都講了很多關於高瞻遠足 一腳踏細地的這個概念 所謂高瞻遠足就是 你一方面要看得遠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 都要站在地上 不可以這麼離開現實才行 一個很好的譬如就是 大家可能都玩過 例如流冰 踏單車 這些活動 早期 你未能玩得這麼好 你當然是看著你的腳 踏單車也是 你摸著車子前面 你怕自己會掉出來 但是你熟了 摸著車子 你發覺自己身體的部分 你就不會只看著前面的前輪 你會看著前面的遠一點的地方 更加有經驗的時候 你會看得很遠 在路的盡頭 你早點就可以決定 我究竟收慢 還是踏快 我什麼時候才轉 無論你學任何東西都可以 學滑雪就是一樣 你早期只看著雪劇的尖 你都不知道前面有什麼 但你到這段時間 你會發覺 雪劇等於是 我自己的身體一部分 我不需要看著自己的腳尖 我一定要看前面的路 如何走 所以 大家年輕的時候 通常要學習 最早期都是看自己前面的東西 自己的感受是怎樣 我自己應該如何充實自己 但是到這段時間 你到自己的技能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知識 要回到這段時間的水平 你是要望遠一點的 開始要看看這個世界是怎樣 我們國家是怎樣 其他人在這個世界上是怎樣生活 我怎樣能夠對他們 雖然沒有很大的影響 但起碼我關心他們 怎樣人都從中學習到 不同地方的經驗 我認為 其實 大部份的歧視或偏見 都是來自人一種排他的思想 我不喜歡 我覺得那個東西 跟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就會把它排斥開去 其實 這件事是人都有的 但是 剛才你所說 學校是一個 用來培養價值觀的地方 那你究竟你認為 究竟怎樣才可以 透過教育去改變人 這種排他的思想 或者是 盡量去 將這件事最小化 其實 應該這樣才可以真正地 去改善到這個歧視 或者是 沒有平等機會的問題 我想問你 有什麼看法 就是關於 怎樣能夠 減低所謂排他 這個概念 我覺得 如果你是主動地去接觸多些社會 這個經驗自然會幫到你 在學校裏面做不做這件事 當然要看學校本身的政策是怎樣 如果你是多些的科學活動 出去跟不同人玩 不只是跟小數族 你可以跟 譬如有殘障的人士一起學習 你會理解到 原來他們實在不是那麼差 看樣子 好像很差 實在很多事情很聰明 很多事情會解決自己的問題 你參加多些的義務工作 或者這些組織 你接觸多些更加好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義務工作 年輕人已經開始做 我自己發覺 很多人覺得做義工是一種付出 實際不是一種付出 是一種收穫 你每次去學到新的東西 雖然沒有任何金錢 或者物質的報酬 但實際是多很多朋友 認識多很多知識 自己的知識空間大很多 我最早期已經 例如去幫助老人院 或者去幫他們說說故事 或者什麼 發覺原來有些人 所謂老人癡癌症的問題 很嚴重等等 這些事情 然後到我做了醫生的時候 就開始去殘疾 殘疾運動幫他們 發覺原來 本來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信心 沒有了所謂生命動力的一個人 但如果你給了一個機會給他 做一些運動 令到他有學到一些技能 甚至慢慢可以有好的成績 有機會出去比賽 有機會代表香港 整個人都變了 整個信心不同 同時他亦夠膽可以出社會 跟其他人交談、聊天 甚至積極地來讀書、找工作等等 你看到這樣的效果 你自己做了事情 發覺都很開心 所以我真的很鼓勵大家 做多一些義工 做義工不是為了你的CV多一行 或多兩行 你真的去感受 和理解社會的其他角落的問題 從此增加自己做人的經驗 到你將來真的做任何一行 我相信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 周醫生 其實我們在座也有些中陸的同學 下個星期會放榜 不如請周醫生最後用一句說話 勉勵這些同學 大家都有不同的期望 我知道 我自己中陸入大學之前 整班同學都以為我入不了大學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也沒有機會 但終於都入不了 變成一個驚喜 變成一個開心 所以無論什麼情況都好 我相信考試都是人生的一個階段 中學的人生階段 寧願你開心心接受 就是這個是一個中學的結束 亦都是你一個成長 一個很重要的時段的結束 更加應該是欣賞 你有這麼多的朋友 這麼多的經驗在學校 至於下一步如何 當然要看一個成績 以及你自己的意願 以及想不想升學 想不想做事 這方面是自己的決定 無論你想走哪條路的話 我給你的意見就是 沒有一條路是只有一條的 一條路也有很多分支 不要想著那些分支是不對的 有時是對的 我自己走那些路線 都不是自己想走的 我十四歲的時候想做畫家 我十五歲的時候想唱歌搵食 我找不到 十六歲的時候想做職業運動員 那上面也做不到 唯有讀書 然後就進入醫學院 我出來做醫生的時候 我亦都想做外科 又說沒有胃 那些人說你骨科做不做 那我也好 那我就去試一下 做一下就做到一個興趣出來 那我覺得 人生是 和你鋪排了 不過你以為自己有好友的計劃 但是實在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 自己沒有一個抱負 也不應該 只不過去到每一個交叉點 你都要考慮一下 我走這條路 我給大家的勸語就是 看遠一點 你不要看現時 給高薪你就去哪裏 你不要只看 哪裏有短期的利益你就去哪裏 你要看長期 你的發展有機會的地方 反而更重要 也不要選一些 對你特別有善的老闆 但是教不到你 有些老闆對你很惡 但是教到你 這些全部都可以學習得到 我相信 越多經驗就越好 也不要 我經常都叫年輕人 不要跟跟的教 任何東西都可能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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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 不一定是 表面上的利益 無論如何 我公宗大家 真的 保持身體健康 不要吃煙 第二方面 就是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有一個 好的運動 有一個好的生活方式 不要做一些傻事 等等 第二方面就是 珍惜你的友誼 珍惜你的朋友 我相信這些 將來對你都很有幫助 積極點來面對人生 學習自己 好的 多謝周醫生 謝謝 我今天聽完周醫生的分享之後 我就和益良多了 其中最令我深刻的就是 周醫生所說 我們做人要腳踏實地 高漸遠足 因為周醫生一直的 職業上面 都可能遇到一些 不容易的事 但他都會把他的 每一件事都會放牆上去看 所以他可以成為一個 這麼出色的領袖 另外我也很同意周醫生所說 我們要尊重不同國籍的人士 因為我們要去學會 包容和他們 因為我覺得 人人出身都是一個 平等的機會 所以我們都要去 包容不同的人的觀點 我記得他說過 一個完美的社會 不單止是要沒有歧視 其實還要照顧 每一個小眾的需要 其實都令我明白到 一些小數族裔 他們等等在香港面對的困難 就令我更加珍惜我所有的 而且是令我更加希望 我將來可以為社會做一點事 去消除其事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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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